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在1998年11月,在安徽省某一个村庄, 有一家四口被人杀害了分别是业主夫妻,业主母, 还有这家屋的小子,四个隐条颈都被人刀了一刀死亡, 案发当晚,死者家中还有一个男性的客人,同样地被人杀害了。 死者的大仔是一个12岁的男子来的案发的时候, 他和老爸住在同一间房, 老爸被人杀了之后,他条颈都被兇手一刀过。 不过比较好彩的就是这一个12岁的小朋友, 他暂时停止呼吸扮死逃过一劫。 案发没多久之后,警方锁定了犯罪疑犯, 就是一个姓孙的人, 不过他老早就已经走了。 17年后,警方终于把他緝捕跪案, 但原来他走了之后, 竟然在外地结婚生子, 为何这个人要做这样的事呢? 为何连小朋友都不放过? 为何能够走到17年呢? 那一个当年12岁的小朋友后来又怎样呢? 这个案件就在1998年11月4日凌晨点几, 安徽省有一个叫王口镇的老村庄有两个村民, 是扑到去,派出所报案, 就说他们鄰居发生了一宗命案, 好多人被人杀了, 一听到是涉及多人的命案, 派出所当然好紧张, 即刻派警车赶到现场。 在村民的带领之下, 警方入到发生命案的现场, 这个地方就是孙尚荣的家。 在孙尚荣的家, 警方发现到三具尸体, 分别就是孙尚荣的老婆, 他妈和小儿子三个人都在条颈被人劏一刀, 整个现场好血腥, 调查人员觉得好疑惑, 孙尚荣到底去了哪呢? 大陆的村民说到孙尚荣还有一间屋, 用来存放牛骨, 那里是西屋来的, 这里是东屋, 西屋和东屋中间隔着一间屋。 孙尚荣和十二岁的大儿子为了看着牛骨, 就住在西屋。 而调查人员去到西屋的时候, 一看到又是一个血腥画面, 孙尚荣和一个男人躺在一摊血上, 旁边两个人条颈都是有刀伤, 死了的男人是隔离村的, 同孙尚荣平时有生意捞来, 调查人员就继续问。 那他们的孙家还有什么人呢? 村民就说孙尚荣的大儿子大鹏送去医院抢救, 他受了重伤差一点都死了, 死了那么多人还有一个重伤, 这个兇手连小朋友都不放过。 由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很凶残, 到底这案件是仇杀、财杀还是情杀? 一开始, 调查人员认为受杀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空手连两个小朋友都不放过, 很明显对这家人有极大的仇怨。 而这两个案发现场都留下了空手的脚印和血手印, 由脚印去分析, 空手应该只有一个人, 但是由手印可以看到, 空手犯案的时候戴了手套, 犯案用的匕首在案发现场找不到, 匕首就不是他们孙家的物品, 空手提前准备了匕首, 而且戴上手套, 很肯定有备而来是预谋的, 不是所谓临时起意犯案, 而孙尚荣那间屋是有后院, 那个院场是用泥去弄, 而通过调查。 调查人员认为空手是用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进入去, 他们家屋, 即是说死者整家人是懂得空手的, 由现场的情况来看, 死者家里是无被人找过的痕迹, 因为一般劫裁案都会有翻箱倒柜, 赚钱赚现金的情况出现, 但案发现场就无这种痕迹, 不过调查人员在西屋现场地下, 发现了一个红色布袋, 布袋就被人拿刀割开了, 经过辨认, 这个红布袋是死者孙尚荣, 他平时会将现金放在袋里, 然后摆在腰里, 就算是睡觉, 都是袋不离身。 以调查人员找村民继续了解情况, 几个村民都在说, 案发时, 孙尚荣就和村民借钱, 就说自己要做一笔大生意大买买, 孙尚荣之前在公销社上工后来做自己的牛骨生意, 而他做牛骨生意其实都是现今往来, 因为孙尚荣的口碑好好, 村民都愿意借钱给他, 等到牛骨卖了, 很快就能够还给村民。 调查人员又继续去追查, 就看下孙尚荣有没有和其他人有什么恩怨, 但村民都说, 孙尚荣夫妇为人和善也没有和人有什么矛盾, 而且对人好好的, 好热情的, 谁去他家都会请人吃过饭, 即是说现在他们排除仇杀这一项, 结合个袋给人用刀割开这一项线索, 调查人员就分析会不会是放在腰包袋里面的现金被空手劫走了, 而其实他这样做是因为想抢钱而杀人, 但袋里面有多少钱呢? 应该只是孙尚荣自己知道, 数目有多大呢? 说没多久, 孙尚荣的大仔大鵬做完手术醒了, 能够开口说话, 调查人员知道之后即刻趕去医院, 找他去了解案发的情况。 调查人员问大鵬问他, 你识不识得空手呀? 小朋友回答他见过, 说这个人之前来过自己家, 跟老爸聊生意, 而这一次是他第二次过来。 调查人员继续问, 你知不知他的名字? 大鵬皱了眉头, 听到爸爸叫他小棋, 不知是哪个棋, 调查人员继续问, 就问那个人是什么年龄, 是不是本地人口音? 大鵬继续答, 就说看来好似很年轻, 二十多岁, 但听口音就不是本地人, 而大鵬回答来看, 凶手和孙上榮是有生意往来的。 大鵬就说他老爸有几个记事本, 凡是和他有生意往来的人都会记录在上面, 调查人员在他们家找到孙上榮生前的记事本上面, 竟然记载了一两千人。 由这个通讯记录来看, 对啦, 孙上榮生意做得好讲, 甚至乎是打到去几个省, 孙上榮虽然是一个农民, 但生意头脑不错啦, 为人好疏闪, 对生意伙伴有热情, 时不时都会招待人上门吃饭, 还会留他们睡。 大鵬的回忆, 案发当晚, 他就在西屋点着蜡烛做功课, 当时他的家没通电, 突然之间有个男人走进大鵬, 认识这个男人, 之前在家里大鵬跟他说, 你找我老爸, 他在东屋吃饭, 你去那里找他啦, 男人说没事, 我吃了啦, 在这里等他啦。 后来孙上榮和客人李某在东屋吃完饭后, 两个人有说有笑, 就回到西屋啦, 孙上榮见到个年轻人找自己, 两个人聊天, 大鵬就说记得个老爸好似问对方一个问题, 就问他的货在哪, 可能当日啦, 已经天色已晚啦。 孙上榮就决定留这个年轻人在西屋过夜, 西屋有两张床, 大鵬跟老爸一张床, 客人跟李某, 还有个年轻人一张床。 凌晨是分, 睡到迷迷糊糊糊的大鵬, 突然被打斗声吵醒了, 就见到客人李某, 跟个手拿着匕首的年轻男子在搏斗, 这个时候他看到个老爸已经躺在地下了。 盛李的客人就试图拖着这个年轻人, 结果他的脖子被人刺了一刀。 盛李的客人好快倒地不起, 大鵬当时坐在床上, 见到这一幕他嚇到傻了, 他觉得自己的颈都好似被人刮了一下, 跟着他躺下了, 因为太过怕, 不敢呼吸, 正正是因为他停止呼吸, 凶手以为他已经死了。 凶手后来就走在门外面, 然后锁住了他们家屋, 等到凶手走远了, 大鵬就忍住痛, 在屋里找到把锁匙打开门锁。 这个时候他听到瓜妈, 哭住在那里喊。 来到这里就一路听到惨叫声, 大鵬知道凶手去了东屋, 对他弟弟落毒手, 他忍住痛, 就敲响了鄰居的门口, 当时已经是凌晨1点, 鄰居一开门, 就被大鵬的样子嚇倒。 鄰居好快就叫其他村民, 将大鵬送到医院抢救。 两个村民, 即刻赶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由大鵬的信息来看, 凶手就是当晚留宿在他们家里的年轻男人, 行传者带鵬回忆凶手的姓名里面, 有一个发音就是旗字。 警方于是乎顺着这个线索, 在记事本里面做一个排查, 发现到一个叫孙红奇的男人好可疑。 这个记事本里面有那个男人的电话号码, 警方根据这个线索, 找到孙红奇在河南的家里,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知去向了, 他有父母说儿子不辞而别, 好像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 而根据了解, 孙红奇当时刚刚订婚, 23岁, 就在这准备搞婚礼。 而调查人员将孙红奇的照片拿给大鵬看, 他一眼就认得出这个就是将自己家里灭门的兇手。 虽然确定了兇手, 但是那兇手已经逃之夭夭了, 98年的时候, 很多监控都好不完善, 是追查不到孙红奇到底去了哪里。 而当年, 公安亦发出了一个协查通告, 是全网追捕孙红奇。 但这个男人当时就好像人间蒸发了, 过了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 依然都是逍遥法外。 后来一直去到2015年, 当时人面辨识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有好几个逃犯都是通过人面辨识筆报归案, 再加上当时全国人口信息联网, 专家通过人面辨识对比技术, 发现一个叫程杰的男人, 与孙红奇生得好似样。 而这个程杰当时就在西北某地方生活, 他在当地农贸市场有一个警鎖开锁配锁时的摊位, 靠着做这些东西维生, 当时的他已经在当地结婚生子了。 甚至乎查他资料的时候, 他是连出生日期都改了。 不过后来警方通过部署在农贸市场断正捉到程杰一开始, 调查人员问他叫什么名, 他都说自己叫程杰, 然后警方将他带回去派出所做审讯, 最终都承认了当年犯的罪行。 他自己就说了, 其实案发当年他23岁和姐夫一齐做牛骨生意, 所以识到孙上榮, 可能因为大家都姓孙, 孙上榮对这个河南的年轻人好信任。 而孙红奇第一次就和姐夫去到孙上榮家, 孙上榮整家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说没多久, 孙红奇准备订婚, 搞婚礼、彩礼都要好大笔钱, 但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 而他是急着要钱, 所以就有一个很邪恶的念头。 他又和孙上榮说自己收了一车牛骨, 价钱好优惠, 当时11月份, 天气去到秋天, 牛骨存放时间会好长。 孙上榮问这车牛骨多少钱? 孙红奇说7万元, 孙上榮继继继继继, 觉得这筆买卖好划算, 于是周围借钱。 而案发当晚, 孙红奇在河南下一院坐车, 去到宵远王口镇老庄村孙上榮家这个时候, 他身上已经有匕首和刀, 等到凌晨时分, 估计他已经喝了酒, 等到客人和孙上榮睡了觉就开始动手。 而孙上榮就说自己后来就走老了, 曾经去过煤矿工作, 后来学会开锁整锁, 用本事来维生。 而空手被人抓到的时候, 唯一的幸存者大鵬已经29岁, 而他妈妈、他父母、 弟弟遇害时, 他才12岁。 那家人死了之后, 唯一的幸存者大鵬哭过很多次, 说自己哭到眼都痛了, 被空手用匕首刮过一刀, 虽然不是致命伤, 但是对他声带是有损害的, 所以后来大鵬说话的时候也不是很流畅, 不过虽然他看着自己家的人被人杀害了, 但是他就叫做没有这个创伤应激综合症, 在个叔叔的抚仰底下终于长大成人, 而他后来亦都结婚生子有自己的家。 而空手在警方的带领之下, 去到当时的案发现场进行指刑, 村里面甚至乎烧起炮掌, 慶祝这案终于破了, 终于抓到兇手了。 29岁的大鵬当时说道, 说相信法律会制裁这一个兇手, 而这一个这样的杀人恶魔奪走了 四个他的至亲生命, 亦都差点拿大鵬的性命, 最后这名的兇手都被人判了他死刑。 如果不是这个12岁的小朋友炸死逃割劫的话, 可能这一个兇手也未能够成之于法, 因为当时是没有这些人面见识和天眼系统。 如果不是有一个叫小奇的名字出现的话, 警方想要追查都不是一件意识, 因为他那本宝有成一千个人, 而7万元在1998年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他为了7万元杀了五个人, 虽然他说筹备婚礼, 但最后都是走老, 但无办法在家结婚, 亦都不能过一个简简单单的生活, 最后只能改名换姓, 过着一些提心吊胆的生活。 不过就算他无杀人也好, 就算他只是抢钱, 可能都要判十年八年, 所以常常都说, 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当时死者孙尚荣一家, 不是留下他们睡觉或吃饭的话, 根本就不会发生到今时今日这样的状况。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下面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